首先先感谢这两位大大的推荐 一个月前 U5-3308就已经有推荐 不过那时候老阿被测取了 在相容性上面还是有问题 所以就没有做影片分享 最近木蜡红利7又有推荐 发现相容性已改善不少 特做影片与大家分享 这个extension最主要的功用 是让您可以简易的 客制化Stable Diffusion Grab UI原有的操作界面 第一部分 客制化Stable Diffusion操作界面 这画面是开启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的logo和文字可以客制化 进入Stable Diffusion操作界面后 将滑鼠移到最左边 会撬出这样的画面 再将滑鼠移到最右边 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将滑鼠移到这边 可以改变左右这两者尺寸大小 将画面往下拉 Generate好图的那个区块 会固定住 这功能算是蛮推荐的 不过说明上写这个功能 目前还在实验阶段 再来是左上角的logo和文字 可以自行更改 来和原生界面比较看看 先来看看最上面的这一列 现在被放到右侧这边 滑鼠移到外头 Sliderboard会收起 再一过去又会打开 因为这边的设定 设定好后不会常变动 再来做成隐藏的方式 要更动也很方便 不用再把画面拉到最上面 如果您需要固定 不要让它隐藏 也可以点这边的小图示来固定它 真是方便 再来是这边的Extra Networks 这一些常用的Models模组 会被放到画面的最右侧 跟左侧的操作方式一模一样 这也蛮方便的 加个Warren 就不用一直将画面 一上又一下的 再来是这个跑图的区块 它会随着画面的移动而移动 在一些参数的调整上 有时也需要一上又一下的 现在这个区块 可以独立出来放在这里 再来是这边的区块 被放在这个地方 对了 刚刚忘记说 当画面一上又一下时 这边是固定住的 可以让我们看住跑出来的图 做其他的参数设定 这功能大推 不过目前属实验性质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像这样可以拖拉设定画面的尺寸 原生的就没办法 原生的使用者界面 比较像是把所有的功能 一股脑地往下一直叠 再来是这边 有一个日夜切换的按钮 可以让你切换白黑背景 这个按钮可以让您直接开启 Civetier网页 旁边的这个按钮是给作者的反馈 第二部分 Lobesim的安装与设定 一样来到影片的下方 点Lobesim下载网址 点Code下拉式选单 点复制按钮 关闭Lobesim T-top网页 回到StableDiffusionWebUR 点Extensions 点Install from URL 点这边并按滑鼠右键 把刚刚复制的安装网址贴上 点Install 当出现这些文字时 就表示下载完毕 点Installed 点Apply and RestoreUR 当出现这样的画面 表示安装成功 一开始是这样的画面 操作方式是这样 老阿贝觉得不方便 花鼠一过去出现会比较方便 来点这边的设定按钮 这边可以设定显示的语言 先来改成中文 把设定的画面往下拉 点Fly and Restore Interface 再点Lobesim设定按钮 这样就全部都是中文化的设定了 减少动画 看您的喜好 来打勾或不打勾 目前只看到颜色的渐变动画 主颜色可以选您喜欢的颜色 中性色老阿贝喜欢朴素一点 所以就选白色 logo类型 如果不喜欢预设的 可以选自定 这边可以放您想要的logo 有支援这三种格式 来试试最简单的emoji表情符号 什么是emoji表情符号呢 就是这个 我们要取得表情符号网址 假设要这一个表情符号 用滑鼠将表情符号选起来 拖拉到旁边放开 就会得到这个表情符号的网址 再把网址选取复制起来 回到Stable Diffusion Lope Scene设定画面 把刚刚复制的网址贴上 这样emoji表情符号就出现了 再来可以自定义标题 使用SEG图标打勾 再入字形美化打勾 提示词文本框显示模式的缩放与滚动 不知道是不是bug 这两个老阿贝测试不出来 有测出来的再麻烦留言分享一下 Chrome提法高亮打勾比较好辨识 提示词编辑器这个老阿贝觉得有点多余 所以不打勾 这个就是提示词编辑器 有知道这个好用的地方 再麻烦留言分享一下 不打勾 再来是双列模式打勾 双列模式就是这边把它分成两列不同的区块 当画面一上货一下时 互不影响 这功能好用 所以要打勾 再来是隐藏页角 什么是页角 好奇怪的翻译 这个就是没有隐藏页角的画面 这个就是有隐藏页角的画面 要不要隐藏页角就看各位大大啰 快捷 快捷设定侧边栏要打勾启用 这个是右边的Cender Bar 打勾 默认展开可以取消打勾 悬浮就是滑鼠一进去打开 一出来隐藏 固定就是去点打开或关闭的按钮 这边选择悬浮 默认宽度就是侧边栏打开的宽度 这是右边的侧边栏设定 跟上面的都差不多 比较不一样的是 右侧边栏有图 所以这边可以设定图的尺寸 设定完毕后 点应用并重其界面 来测试看看 如果你不满意这样的宽度 可以到边缘处 按住滑鼠来拖拉宽度 两边都一样可以拖拉宽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再次感谢这两位大大的推荐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伯下台一句公